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秀怎么样了 他就是最近太累了 没休息好 一着急低血糖就犯了 没事 估计说完这瓶夜就应该好了 许鹏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要见他 秀 说他不想见你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真的是不错过任何一次机会啊 是 薛鹏 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再去找陈秀 叶家家头 你们都是为我好 是我自己不是好歹啊 是吧 是 你是不知道好的 妈妈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哥伯儿 咱们等妈妈打完 真的咱们就回家好不好 好 妈妈我给你讲个故事 名字叫做丑陋的情鹅 好 钢班 行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给他打了个电话 钢班 花儿漂亮吗 漂亮 来 送给妈妈 谢谢 真乖 你走吧 是 我求你了 你走吧 我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想因为我 明显到你的生活 你应该幸福 不要为了我的事 给自己添太多的麻烦了 谢谢你 妈妈 你走吧 谢谢你 妈妈 你走吧 对不起 钢班儿乖 听妈妈的话好不好 妈 好 咱们公主再见 拜拜 秀儿 我去看看她 我也太不考虎了 脑子都进水了 谁同意你们离婚呢 你们要再这么离婚的话 你是离了三次婚了 我哪个女孩子肯嫁给你啊 现在不是我要跟她离婚 是她不肯见我 她要跟我分手 可是秀儿刚回来的时候 是你催着她要复婚的 我还说 是不是好好地再考虑考虑 你是一个劲哪催 一个劲哪催 最后你们俩把婚赴了 现在一碰到事情 又要离婚 那当初为什么不想好了再富呢 是她 当然你们第一次离婚 那是谁都想得到的 因为你们之间经历的事情 实在太多 压得对方都已经串不过气来了 是必定要分开的 是必定要分开的 必定要分开的 你们原先那些压力还是存在的 你们之间最大的隔阂 那就是当本 因为她不是你们两生的孩子 如果心里 你连这种心理的压力准备都没有 富什么混乱 现在碰到事情你又要离 你这离婚 别说我们全家人脸面扫地 蓬蓬 你跟秀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你们才走到了一块 三年 三年时间就前功尽弃 可是她骗什么 她以前是不会骗我的 不管那么多 我现在指问题 你要爱不爱秀 我爱这样 你怎么会有什么 那你就够了 那你去争取 你在这儿男人什么 你把她的心争取回来 告诉你啊 你爸可是一个革命老干部 他永远不会有你们年轻人那么新潮 今天想接就离 想离就离 你要再离婚的话 你等于就是要她的劳力 再说了 你跟陈秀有什么阶级冲民族恨的 你别胡说八度的狗 我来 你来 是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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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来 你来 干爸 妈妈下楼去买东西 你在这儿看动画片好吗 好 不去到厨房来知道吗 嗯 听话啊 听话啊 喂 老板 最近都没有人啊 都好几天都没有了 你还要让我继续监视吗 好好好 韩理师 你先看看这个 没办法 只要上了庭 我们是一点胜算都没 你的意思是我们收定了 王太太 你丈夫现在躺在病床上 根本没能力照顾完伴 而你 和钢板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这一点对你非常不利 钢板太小了 陈秀是他的亲生母亲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一审就可以定案 钢板归陈秀 爸你这么说 我 我 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你再想想 要不就四位 绝不 韩理师 你别忘了 我手里还有赵徐 赵学鹏 赵学鹏 你什么意思 可赵学鹏和陈秀分居了 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可是等打案官司以后 他们还是会回到一块的 钢棒仍然是和一个 有精神定屎的人生活在一块儿 对他很危险 到时候 我仍然可以拿到 对我有利的证据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 这场官司就会 无休止地打下去 有意义吗 这场官司 即便是拉锯战 我也要耗下去 我耗多久 他陈秀他就得跟我耗多久 王太太 你这样做 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我知道你能耗得起 可你想过没有 你那躺在病床上的丈夫 他能耗得起吗 尬尬 尬尬 不许到歇访来知道吗 喂 弟 妈妈忘关火了 我要去给它关掉 你同意吗 你也同意呀 那我们一起去关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老板 赵秋风来了 你确定 嗯嗯 他快进门洞了 我告诉你 你一定给我盯住了 好 对不起 您发展连续不在手法系统 请稍后再不来 王太太 谁的电话怎么回事 赵鞋鹏 私自去看钢笨 赵鞋鹏他私自去看钢笨了 怎么搞的 钢笨 你没事吧 哎呀 怎么会这样的 修 丁杰 修 修 丁杰 修 同学们 哥们儿 别哭 哥们儿 别哭哥们儿 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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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老板 还是受伤了 我刚刚受伤了 是给烫着了 他们现在打车去医院了 医生 医生 我孩子脚受伤了 被烫伤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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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孩子脚被开水烫伤了 快快快 快快 医生 医生 你看一下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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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问你这个 我问的是为什么刚梦出事的时候 是你在他身边 幸亏我及时赶到 要不真的出大事 及时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家对面住的是叶佳佳的眼线 什么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秀儿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听他说了吗 你让他说了吗 怎么会这样 爸 医生 你轻点 家属出去你来抱 你来抱 我来吧 医生 我孩子太小了 你给他抱 医生 我在这儿吧 给他 没事 没事 你放心 放心 给他 哥们儿 别怕 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我孩子要坚强一点啊 我吃个麻烦你了 稍微要坚强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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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儿 你怎么样了 秀儿 孩子没事吧 你干什么秀儿 张云鹏 干什么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干嘛啊 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秀儿 你干嘛呀 跟我说清楚 听我说你冷静点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子呀 为什么我不让你上丁建家 你非得要去呢 为什么我说的话 你从来都不听了 你为什么呀 小雯 你为什么 继续冷静点 你为什么伤害我的孩子 我真的是冤枉了 你听我解释好了 你哪儿冤枉 你告诉我 你哪儿冤枉 我的孩子他现在是不是在医院 他是不是受伤了 你听我说 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出去被车撞死行了吧 就是 徐鹏再跑 他会伤害孩子吗 你别管了 赵铁鹏 今天我看你没完 小雯 你别这样 小雯 你听我说 你一定会受伤了 冷静点 你们两个 这是干什么呢 李佳佳 是不是你干的 我问你 是不是你干的 我干什么了 我拿枪逼你进屋了 那水是我烧的 孩子是我烫的 你要再胡说八道 我就去告你诽谤 你告我 来呀 你告我 叶佳佳我告诉你 你活该全家死光 你再告诉我 行 别乱来 你们俩都给我冷静一点 克制一点行不行 你少给我称号人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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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 你给我滚 秀 你冷静点 你别这样 滚 滚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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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陈秀 你说你找这个精神病丈夫啊 他除了会发精神病 发火虐待孩子 他还能干什么呀 王太太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请你不要擅自下结论 还用查吗 不是这个精神病能谁呀 谁精神病 你说谁精神病 我看你根本就是个疯子 你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副德性 还说自己不是疯子 谁信呢 佳佳 我跟你拼了 秀鹏 你干什么呀 秀鹏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秀鹏 秀鹏 冷静一点 住手 我站住 怎么回事 你们来的正好 这个积父啊精神失常 虐待孩子 刚才还想故意伤人 你说什么 徐鹏说什么 你给我松手 放手 慢着 你别以为你做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偷拍别人隐私等同于犯罪 如果你不想再惹麻烦的话 请你马上离开 警察同事 今天的事纯属私事 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现在双方律师都在这 我希望 无关的人员马上离开 还有 请你们放开张学报 放着他 放着他要是他伤了人 那怎么办 你放心 他不会伤人 韩律师 你要保证他不会出事 我保证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找我韩允飞好了 谢谢 好 走 我也希望各位马上离开 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孩子的事 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孩子的事 咱们大人不要闹了好不好 王太太 我们是不是也走了 不行 我不放心 干梦在他们手上 我要确定干梦的安全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别逼人抬身好不好 别逼人抬身好不好 别逼人抬身 咱们也有事 按梦的 我儿子钢瓣在赵家三番两次的受伤害 我十分担心钢瓣的人身安全 作为父亲一方 我强烈要求钢瓣由我们来监护 直到最后判决下来之前 你们 钢瓣的姑姑马上就要到了 因为她是直系亲手 在审理肥养前期间呢 由她来谈管的公司 没有问题 看来 你把法律研究得挺透彻的 我人生物生都有 你还不放心呢 好吧 去吧 现在 没时间了 就是赶到法院也下班了 明天吧 明天一早我就过去 行吗 好 好 你盯着我干吗呀 快去找陈秀啊 你什么意思 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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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 商量一下怎么样对付我的办法 如果你还能想得出来的话 我对天发誓 肛门真的不是我弄伤的 我当时走到家门口 就听见钢布尔在哭 你说我能不出你去吗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我不想说 秀 真的不是我弄伤的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谈公事的 赵学鹏 我请你别闹 你闹得够大了 韩雨菲 你别说了 我们不想见到你 你赶快回去吧 对不起啊 秀 我知道你现在很烦我 但我必须跟你们谈谈 要不你上来吧 好吧 笑 学鹏 你先回去吧 我看看让学鹏 一块儿上来吧 现在的事情 他也应该知道什么 走啊 什么 去法院更改钢布尔的监护权 韩雨菲 你是不是疯了 学鹏 即使我不去 叶佳佳也会换别人去 到时候结果是一样的 不可能 你们谁也别想 谁要敢打钢布尔的主意 我就跟谁拼命 秀 你要真是这样 钢布尔就要真的归叶佳佳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的孩子要归叶佳佳呢 钢布尔是我的孩子 是从我身上掉下的肉 凭什么归叶佳佳呀 对呀 凭什么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 再加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母亲 到时候 法官恐怕真的要把钢布尔 判给叶佳佳了 你说谁有暴力倾向 谁有暴力倾向 赫玉飳你听不明白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钢布尔不是我害的 这是场意外你不懂吗 赵谢鹏 你冲我吼是吗 有本事你到法院 向法官解释清楚 我不管 谁也别想把钢布尔 从我身边夺走 钢布尔要是离开我 那就除非是我死了 玉飳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玉飳 你听我说 暂时把钢布尔交给他姑姑 而且你要表现得 比任何时候都正常 让法院相信 你是有能力照顾钢布尔的 然后 然后再慢慢向法官求情 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法院一定会酌情 偏向你这一方 你闭嘴 你在说什么呢 你让我把我的孩子 交给叶佳佳是吗 你在说什么呢 你滚 你现在就给我滚 去 滚不去 赶快滚出去 你冷静点 是不是在想办法吗 秀 我告诉你 如果我想害你的话 钢布尔早就归叶佳佳了 目前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叶佳佳已经得逞了 他已经证明 钢布尔有一个 有一个虐待他的父亲 难道 你还想再让他得逞一次吗 让法院还以为他有一个不正常的母亲吗 秀儿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相信 我相信你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 钢布尔只是暂时给他姑姑看护几天 你不能探视 叶佳佳也不能探视 只要我们坚持到最后 这钢布尔一定还会是你的 你相信我吧 我向你保证 丁姐 明天一早我就去法院 你最好也要赶过去 你最好也要赶过去 好 我会和你一起到的 真的没办法了吗 完了 你 grant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 你没办法了 他已经变成了 我估计了 你也如同 你不是哭的 你会比较好 网官会相信 还非 我知道你是大陆士 你特别善于打这种 没有把握的官司 你不用看我的面子 就算你看在秀的面上 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 我求你了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遇 何必当初遇 对了 学校 明天你最好 别跟着去法院 明天你最好 明天你最好 你还想怎么样 下午我跟王爷女士呢 去接钢棒 希望你们把钢棒 平时需要的东西呢 都准备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也没有资格探视 我有没有资格探视 好像你们现在说了不算 这要看钢棒战事的 看管人王爷 王女士 你说 我也没有资格探视啊 对啊 王太太 恭喜你啊 恭喜你把我变成了第二个人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把我的儿子 夺回来的 即使付出幸运 我也会在所不信 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什么意思啊 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什么意思啊 妈妈 不要离开你和妈妈 来 和妈妈再拿去 你看 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 试诺比的衣服 我们穿着好不好 你干什么呀 妈妈 我不要离开你 杠伯 你听妈妈跟你说 你只是去几天 过几天呢 妈妈就去接你了 你要听话 知道吗 妈妈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为什么让我跟叶阿姨在一起啊 我都不认识他们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妈妈最喜欢钢笔了 妈妈不是说了吗 就去叶阿姨家待几天 过几天妈妈就来接你了 好吗 妈妈 妈妈一定不是爸爸给我烫伤的 是我自己 秦月 上班 爸爸来了 爸爸 伯伯 爸爸和妈妈要去一个好地方 那边有好多好多好玩的 好多好多好吃的 爸爸妈妈去啊 给你找好玩的和好吃的去了 所以才把你 放在亚裔那边放几天 过两天爸爸就回来了 你在亚裔那边要听话你知道吗 听话吗 好 干吗 真聪明 告诉妈妈 妈妈 别放心吧 我一定会听叶阿姨的话的 来 爸爸 讲故事 就是给你听好吗 好 从前啊 我一个小男孩 他呀 爸妈妈出去好长时间 他们 只能住在阿姨家里 爸妈妈 过了一个月以后回来了 给他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 和好喝的 哥 我终于拿到钢绵战士的监护权了 是吗 我拿到了 太好了 俊涛他怎么样了 俊涛 他 他不太好 是不是 病情又恶化了 你快告诉我 小妹啊 你快点回来吧 俊涛他 已经送中卫病房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尽快更 你快去帮我看看他 杨간 王太太 王女士 我有几点想叮嘱你们 晚上九点 刚帮药上床睡觉 半夜两点 他要准时上厕所 早上八点他要吃早餐 但是不能喝牛奶 因为他空腹喝牛奶 胃会不舒服 还有 他的脚 刚刚被烫伤了 你们要按时给他上药 孩子我带过 你放心吧 谢谢 好了 好了 我们该走了 来 干班 妈妈 嫂子 要不然 让她跟孩子再多待一会儿 我都等了三个小时了 旭儿 昨天不都说好了吗 给我吧 旭儿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来 把孩子给叶佳佳 你敢依靠法院的判决 叶佳佳 你 薛鹏 薛鹏 你今次又又是叶佳佳 我一直在叶佳佳 你也没努力 你又是叶佳佳 诰佳 乖飳 你何时又是叶佳佳 你都地公司 你尶佳佳 你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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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别吓着孩子 把孩子给我打 你别闹 你别吓着孩子 你别吓着孩子 放手 把孩子给我放手 放手 你别吓着孩子 放手 放手 张雪峰 张雪峰你干嘛呢 你们都放手了 你别闹 别闹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孩子 我就杀了你 我肯定杀了你 刚刚 跟妈妈再见 王太太 等等 王太太 之前都是我的错 李宗陀 李宗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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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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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鹏 你干什么 薛鹏 你干什么 你想干吗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王主任 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你要我怎么样都行 你骂我也好 打我也好 你要我为你女儿偿命也可以 我只希望你能够留下钢板 叶佳佳 是我赵薛鹏对不起你全家 你要怎么样冲着我赵薛鹏来 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薛 这件事情跟修一点关系也没有 钢板是修了生命 没有了钢板 修就会死 你要我怎么样我都答应你 我就希望你能够留下钢板 我今天赵薛鹏跪在这里求你了好吗 好 赵薛鹏 当初你干吗呢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也哭过向你们求过 我也给你们跪下过 可是你们是怎么样对我的 想要钢棒 去法院要吧 去法院要吧 开车 薛鹏你给我起来 你放心有我呢我会照顾钢板的 起来啊 不好意思 受伤了 好 我会照顾钢板盆 我来不再接你 辛勤连 我没见过